7月31号 A股五间点评 大家好 我是网友财经 PMI数据超预期 明天周四凌晨2点 美联储将会公布利率决定 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 A股放量大反弹 上午的成交金额是明显放大 相比昨天是放大了将近40% 预计全年成交要超过8000亿 户指今天是一个低开高走 当前是一根中阳线 打破了前4000的最高点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见底了 反弹能否延续 能反弹多少时间跟空间 两个角度去做一个分析 那么之前的高约板块像电力 像银行像电信 今天是一个大跌 那么券商今天开始出现放量暴涨 出现了5个展停板 这个所谓的牛式的骑手 今天出现了5个展停板 还有一些超跌板块 今天也开启了超跌反弹 个股是普涨 超过4700个上涨 那么这意味着接下来 其实市场风格发生了转变 购物机会增加了不少 连续5天这件事也不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去选机会 如何去找机会 那么这是今天五评要聊的重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是不是见底了呢 能反弹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单独看今天这根阳线的话 其实还不能去判定 就已经见底了 我们注意到目前的大盘 还是一个下跌结构 这一点没有变 10日均线 20日均线 30日均线 角度还是向下 这一点也没有变 所以下跌结构 下跌趋势没有变 不能够因为这一根阳线 觉得见底了 就像在这里也出现 一根很不错的阳线 但随后呢 反弹了半个月之后 又往下创新低 所以是不是底 目前还不能确定 但是今天的链跃关系 的确很强势 现在的成交量 已经接近了昨天全天成交量了 对吧 现在才上午的11点16分 所以量价关系很强势 那么反弹预计就还会再延续 一天到两天时间 就反弹时间上还会延续 但是空间上呢 不要去奢望有太大反弹 这一波反弹看下 这波反弹到20日均线受到压力 这波反弹到30日均线受到压力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反弹我们预计压力位 也就是到20均线 如果谈一个点位的话 大概是2935点位置附近 这是我们短期所能够看到压力位 那么基于现在距离反弹压力位 没有那么大空间了 继续反弹空间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现在去追是不合适的 从大盘来讲 现在去追是不合适的 好 那么等什么位置呢 等回落 如果明天能够去回踩到五日均线 或者说到今天下午到今天尾盘 能够去再往下去跌到五日均线 你可以去试错大反弹 但是现在去追 从上升指数角度来讲是不合适的 好 这是整体市场大盘的一个分析 那么购物层面上我们说 购物层面上机会是不错的 连续的五天购物层面现象是不错的 那么今天现在是4850上涨了 接下来购物会有分化 但即使有分化 购物机会依然会是不错的 就是中小票开始起来了 这种机构抱团的银行啊 电力啊这种资金开始流出了 中小票开始起来了 那么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去选机会 如何选机会 我们通过几个板块来表达下的观点 第一个板块去聊一下办档体 办档体我们在最近讲了很多遍 我们说这是一个上工结构的板块 对吧 这是个上工结构的板块 那么在这一波回调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一个低息区域 那包括在最近呢 跌到这个区域 我们又谈到这是一个低息区域 所以关注这种上工结构的板块 回调之后的机会 这种板块它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顺势而为 而且量能这种放大 量能放大量价关系也不错 所以上工结构量价关系不错 上升趋势的板块跌下来是机会 这我们在昨天直播 包括在今天早上做直播 我们反复提醒了一个方向 半导体 目前涨了将近百分之三了 如果跟昨天开範价区比较的话 这波上涨幅度已经是达到了百分之五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板块 还有一个板块是看一下保险 保险也是我们在最近聊到的一个方向 就是也是一个上工结构 大家看一下 一浪上涨 二浪回调 三浪上涨 四浪回调 目前是五浪上涨阶段 而且我们多次讲 五浪上涨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会有反复 反复下来是机会 反复下来是机会 对不对 那目前一样是五浪上工结构 所以关注这种强势上工结构的板块方向 还有比如说像元气件 也是一样各位 元气件板块大家看一下 上工结构 对不对 低一点抬升高一点抬升 我们说守住底线 跌下来是机会 底线不破 我们就看涨 目前一样这种思路 那么还有一种类型的板块 大家看一下 像加油电器 看一下 加油电器我们最近也是讲了 我们说为什么关注它呢 因为它在上周五出现了放量的扎着掌停板 上周有政策驱动 出现了十几个掌停板那一天 量能明显放大 那么今天呢 家电又起来了 今天又涨板子三 对吧 这是板块轮动 轮动就是一波大涨 扎着掌停 然后回调两三天又涨了 还有像汽车就商用车 看一下 上周五也是出现了扎着掌停 那么今天呢 今天又晚上涨了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去选板块 选机会的一些逻辑 先去框定用大的范围 找什么 你不要做那种弱不拉击的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像 像我看一下 就是今天上涨的板块里面 大家可以随便翻一翻 你像这个 这个 看一下 这个日用化工 这种板块根本就没法做 对吧 就是今天这种上涨没有机会 就这种上涨 你就不要去奢望能抓住它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动信号 包括说像旅游 你也很难抓到 因为它之前没有过任何的这种 量价异动 而且还是下跌结构下跌趋势 但是你说一看办脑体 办脑体 是不是 什么状况 上工结构 保险 上工结构 对吧 家电 上周五 扎着掌停 上路车 上周五扎着掌停 对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各位 一定要去提高你的胜率 要做顺势而为的事情 要做最近刚刚出现 异动涨停的这种明显方向的股票 那最后一个去聊券商了 各位 券商板块今天是一个暴涨 对吧 券商今天是一个放量涨停 目前涨了4.6% 出现了五个涨停板 量能 现在是已经创了过去32年最大量 现在才上我了11.20 那么券商板块今天涨这么多 是不是就要往上涨了呢 能不能去追呢 我给大家讲不能去追 我在前几天我讲了说 券商板块我不是很喜欢 我不是很喜欢 我害怕他再把我扎一遍 然后呢 我说券商板块即使再创这里新高之后 也不要去追 那么现在我验识的观点 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 很多机会是抓不到的 如果说你选股苛刻的话 如果说你折时苛刻的话 很多机会你是抓不到的 而对于券商这种上涨 我也是抓不到的 我也是抓不到的 我也不希望各位去奢望能抓到 但是接下来就不要去追了各位 但你需要记住 记住券商今天出现涨停的六个票 现在是六个涨停满了 刚才是五个 现在六个涨停满了 记住这种今天放量涨停的方向 接下来它会有回调 它总会有回调的 接下来比如说回调两天 等到下周一 下周二 到那个时候 你再去关注强势回调之后的机会 那个时候成立会更高 所以今天券商上的 刷是一个同名状 刷是一个攻击信号 等回落 回落下来才是机会 耐心等一等 那么这是我的一些选股思路 也是我对于接下来反弹 能够延续的一些观点 希望对各位接下来投资有帮助 最后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我往才行到大A 再见